好,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讲 Google表单里面 Excel制定函数的取用 什么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在Google的试算表上 制定多个函数 例如算这样 分a瓜糊 ul 等于value加99 就等于这个里面的这个值 加99 a的话 b的话就是里面的值加199 199 那如果数值小于0 60的时候就变成 不要加,就是设0 数值小于100的时候 就是干嘛 把那个值加99 然后其他的 大于或等于100的 就是干嘛 那个值加上199 那这个要怎么做 那要怎么做 实际上来讲 我们到底设在那里看 很简单 就用什么函数 if if a1 小于 60的话 我就秀多少 就0 那如果 a1 小于100的情况下 我就干嘛 fana 瓜糊 a1 那 等于100 或大于100的话 就famb 瓜糊 a1 那这样来讲呢 就干嘛 就等于把公式就整个就干嘛 算完了 甚至我可以故意这边加一个0 有没有 0对0嘛 这样就算完了 80呢 就刚好干嘛 80加上99 179 185加上199等于349 这样就可以直接算出来答案了 算出来答案了 不用太复杂 了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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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